如果地球拥有像土星一样的星环 世界会怎样 在宇宙中 大部分巨型气态行星都拥有美轮美奂的星环 星环是指围绕行星旋转物质构成的环状带 在太阳系中 土星、木星和天王星、海王星都有星环 试想一下在遥远的未来 立刻小行星被地球俘获 由于距离太近 小行星被地球撕成了碎片 最终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星环 有一种理论认为 45亿年前 地球和一颗名为特伊亚的小行星发生过撞击 撞击之后大量碎片进入地球轨道 形成一个炙热的星环 但是这个星环并不稳定 最终又形成今天的月球 话要说回来 一旦地球拥有了星环 我们的天空会大变样 一道又一道亮丽的光束 会横跨整个天空 看起来好像来到了异世界 如果你乘坐飞机飞行 你会发现新大陆 这些星环在一天之中的不同时刻 会折射出不一样的光芒 不过 生活在极地地区的人们 只会看到星环的一个角 而生活在赤道地区的人们会发现 一条笔直的直线 横穿了整个天空 十分壮观 夕阳在这条直线的映衬下 也变得更加美丽了 由于星环的存在 当阳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 光线会被散射 天空会呈现出一种漂亮的暗红色 而太阳升起的时候 在某个时刻也会被星环阻挡 看起来十分有意境 不过挑战往往和机遇并存 星环虽然能让世界变得更加漂亮 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如果地球也有星环 冬天的寒冷程度会是现在的两倍 世界上一些地区会在短短几年之内 变得不适合居住 除此之外 月球引力还会时不时将星环中的一些碎片拉出来 这些碎片最终会像流行雨一样落到地球上 地球从此会变得多灾多难 人造卫星的运行条件也会变得恶劣起来 它们和碎石相撞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一些航天器经常在赤道附近发射 由于星环的存在 人类发射航天器会变得困难重重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下期我们下期再见